火箭危机,勇士围报去年一箭之筹,四年次千万遇千火箭最强侧翼,2017-18赛季NBA总决赛已经落下帷幕,其中勇士4比0横扫骑士成功未免。 相比较总决赛而言,勇士与火箭的西决在对抗上要明显的高于总决赛,其中火箭墙下天王山之战更是让所有球迷和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,虽然火箭最后输掉了比赛,但这也坚定了他们明年击败勇士的信心。 就西决之后,火箭的新老板就表示必然会牵下保罗,而后更是会在尽力留下卡佩拉的基础上帮助球队最大程度的补强,这也更加表明了火箭明年是要拿下总冠军的信心。 在补强的道路上,火箭已经瞄准了詹姆斯和乔治,如果能够得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球员,那么勇士想要再如今年一般,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 但就在火箭球迷熬夜等待之时,一个噩耗却是传来,勇士已经派人接触阿里扎,并且开出了四年四千万的合同,就阿里扎而言,作为火箭侧翼的重要铁闸,以及三分投手,一旦他离去那么火箭必然会陷入新的困境。 从勇士接触阿里扎来看,我们不难想到去年火箭接触伊格达拉的情形,虽然最终火箭没有得到它,但却是实打实地增加了勇士的总薪金,这也让今年他们变得捉襟见肘,因此,此次报价也别球队认为,是勇士的报复行动。 最后,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,阿里扎离开休斯顿后会,对火箭造成大的影响吗?